今日的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快售1024 简选原因是公司上个月发了盈起 预计上半年盈利不低于5.6億人民币 相较去年同期亏损94.3億元 是扭规为盈 快售第一季亏损8.8億元 根据盈起的数据 付税指 意味着快售第二季的盈利大约是14億元 如果加上10億元股權激勵費用 意味第二季以非通用會計準則計算下盈利達到24億 分別高於市場預期和該行的預期 認為快售第二季的業績強勁 並且認為在收入分成比率更好的情況下 毛利率預料會表現強勁 預料第二季毛利率會升至大約50% 第一季的毛利率是46.4% 策略走勢上快售7月底突破62元的阻力後 衝高回落 昨日收報64.4% 升2.1% 策略上 短期如果能夠穩守62元的區 可以在水平吸納 目標先看前高位72元 向下調整大約6% 即跌穿58元 走息易減遲